好,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剛才說完這個歷史完全沒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告訴大家機率是一個很邪惡的數值 當然,都不是全部遊戲公司都那麼沒良心 當中你說好像近期,坐在街市賣菜的阿嬸都在玩的一隻遊戲 不過他可能玩的山寨版 他應該不是那隻 絕對有,我進過電梯見到一個四十歲的阿嬸在玩 是真版那隻嗎? 是啊 我看到他們打暗隊,很厲害 我記得那隻遊戲超厲害 稍後再說,我們集中討論一隻 雖然在他初出的時候我玩過 但因為我對這類遊戲比較避忌 所以最後我沒有玩下去 那就是《Puzzle & Dragon》 我完全沒有玩過 我也沒有,因為我對轉珠遊戲很抗拒 但這個《Puzzle & Dragon》就是一隻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課金遊戲 但它是一隻比較 我想他們預備不同的課金遊戲 它是有些技術成分在裡面 也是比較良心的抽彈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就是秉承一個遊戲的最大原則 就算你一把一把一把劍都好 你斬不中人也是沒有意思的 它比較良心的地方 就是它轉彈不是這個遊戲全部 它還有其他東西 即是淡化了 其實各種東西 第一,我覺得技術的含量都比較重要 一開始說到 如果你真的說轉珠的天份 或者你本身的技術很高 就算你那一把東西 不是很強 有那麼多實力 但你都可以打到一些很強的本 即是很強的副本 另外就好像剛才贏者也提到 就是它不是所有很強的怪 都需要你一定的抽彈 才能抽到 即是固然 它可能有七至八成 一些比較有用 一些比較強的怪 都是需要抽彈的 但另外還有那兩三成 其實你可以通過你打贏的副本 拿到的 那這些 好像遊戲裡面 有一隻叫咒師 即是最強 但是眾神之王咒師 其實它就可以在副本裡面打到的 那它也是在上一次 對上沒有加更多元素的配隊之前 它依然都是在遊戲裡面 所有隊之中 幾乎是最強的隊伍 其實就算你說現在 它的賣用性都很高 是的 因為它比較 因為它現在新版 加入了一些課金的蟲 但是那些課金的蟲 雖然會有可能 比咒師有更高的殺傷力 但是它也會加了很多 限制使用的條件下去 例如可能要打很多隻顏色 才可以有很高的賠率 這樣就變相是 平衡了 課金和無課金之間 玩家的能力 不是 它出這些新怪的時候 它都會考慮過 會不會影響到 舊有的怪 會不會變成 舊有的怪 沒有了那個價值 那它真的會有用心去放 這方面 就是配隊的遊戲 我們所謂經常都玩這個遊戲 有一個攻略 叫做平民隊 什麼叫平民隊 就是你無課金人士 可以靠一些比較不用用錢的 抽的東西 或者靠打的方法 去打隊回來 都是實用的 你可以打隊到一個位置 這樣 這些都可以 算是泛勇一點 整件事情 不是很大距離 補充剛才你說 可能多色 其實多色指應該是埃及隊 即是火埃 水埃隊 其實這個 它走的路線 我是比較欣賞的 因為主要就是 它不同有很多遊戲 它來說 加一些新的怪 裡面 它單純做一件事 就是提高它本身的數值 或者技能本身的效果 而埃及隊的出現 其實是令換家多了一個選擇 即是好像剛才所說 就斯隊的使用方法 其實不算很難 即是保存換氣 你不需要技術很高 沒有車下去都死了 幾乎 大半都打了 而埃及隊 反過來就是 需求你就是你需要的一個技術 即是其實 例如說 我不說什麼 一些叫江埃及 火埃 即是有環境很清楚 火埃的四種屬性 一起攻擊 有四倍攻擊 其實就很可觀的攻擊力 但你有沒有這個技術 可以做到每一個日合 都四屬性一起攻擊 那這個就真的要看個人的修行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死死地 要拿走出去打 那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嘗試其他一些新的隊伍 一些新的玩法 那它當中的變化 其實是可以給到玩家的新鮮感 就不是說單純 我不拿暗隊打 我就拿乾隊打 不是拿乾隊打 拿龍龍隊打 就是永遠就離去 就在那幾個隊伍 而是可以多做一條新的出路 可以讓你去挑戰你自己的技術 用你自己的技術去彌補 本身可能一些怪物 寵物裡面的不足 或者可以打出一些更加高水準的威力 我們有不同類型的隊 我們可以說打防龍隊 即是用防守去磨血的 比如打血隊的 有一堆HP 即是硬硬磨過那個關 令那些攻擊力 或者甚至剛剛講的秒殺隊 可以這樣靠一個在別人攻擊你之前 就先描殺他 即是有不同的方式去攻略 對 那你就變成有很多怪 都有去用途 那時候就不是用死那些怪 那你就不會 就是變成一個要課金才能玩的問題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那Puzzle & Dragon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他都會跟其他遊戲一樣 會有分ray 就是他會有1 2 3 4 5 6 7 但是你會發現 就算是7星怪 你的數值 都可能只有4000 攻擊力1000 然後又回復500 但是然後你看看那隻怪 就師有多少血 對面那隻王 就師有300多萬血 那你怎樣打贏他 就是靠你的技術 再加上你的隊伍 可能就師要投尾兩隻 三倍乘三倍 就會變成九倍 然後就可能要用很多技術 去怎樣打 可能10個combo 然後10個combo 那他就會乘2.5 1.2幾倍 可能乘3倍 因為combo會加攻 那就會打死他 變相 就算你有隊很強很強的隊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什麼技術 可能打一個combo 那就已經 打不起那隊伍 對 你應該說駕馭不到那隊伍 對 所以你說至少可能 基礎上你需要他的技術 其實我也很同意剛才內外鏡黑所說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本身的隊員配合之上 當然會有一些比較主流的隊伍 就是比較多人去打的隊伍 例如說很平民 你可以怎樣都幾乎在一起的暗隊 即暗屬性的隊員 可能比較容易可以集得齊 但就算你沒有這些怪 舉個例子 其實一些無課金的玩家 基本上就是缺一樣缺一樣的 沒有什麼 很多東西都不齊 很多所謂神寵都沒有 但就算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你很多本都可以 靠你自己的組合去過 就像你剛才說防龍 即是一些防禦某個屬性攻擊去減傷 這樣就可以慢慢靠你 在叮叮一點的攻擊 慢慢去磨過BOSS 都可以打到的 又或者是最主流現在的6.25龍隊 龍隊依然都是 他有6.25倍的攻擊力 雖然跟 可能說 水矮9倍 火矮16倍 光矮36倍 你是差了一些 但是 你相對來說 他是很容易玩 也都是很容易上手 這樣 你就會令到個人 都容易玩 無課金玩家 其實大家剛才聽到一節裡面 聽到就是 剛才也說了很多 所謂不同的打法 其實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Pursuit Dragon 它其實 你可以說 在它那個 遊戲的內玩度裡面 這麼持久 其中一個 模式 其實大家就這樣說 都已經說了一些 但其實 實際上這件事 其實就是 它遊戲裡面的數值機制 因為其實 很簡單的事情 你玩一隻遊戲 很簡單 你怎麼會覺得 有成功感 和開心 很簡單就是說 你是在不同狀態裡面 你都可以嘗試 做不同的挑戰 剛才好像剛才都說了 用一些 全血的 或者是全防的 或者是 我慢慢打 淹死你 你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選擇 就可能說 就算我打每一 那隻BOSS 我打他十次 我有十種的打法 我自己是會有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對付那個人 這種其實你說 是他本身 在那個設計 那個參考的 那個質量上 其實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你最比起 就是其他貨金遊戲 太過一樣 就是數值主導 數值代表一齊 不是 是運氣主導 數值主導 數值主導 運氣 就是缺乏了剛才好誌 就算是毛蟹 鏡花 還有其他嘉賓 都有說過的東西 就是 技術的含量機制 就是你去怎樣去操縱 你現有的怪物 去創造一個最大的效益出來 這個是 遊戲裡面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這個東西 不單止是說 你可以 平民化 或者是你 簡單說是 有成功感 就算我是一個 normal user 我用這個 所謂的平民隊 我都可以 我追求到 因為其實 整隻姜裡面 很簡單 其實你 一迷宮 打死BOSS 你要達成個 高 就是打死BOSS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而他遊戲裡面 就是提供了很多 不同的方法給你 你不用錢 又可以 用錢又可以 你這麼幸運 抽到又可以 而他裡面 成功的東西 就是剛才 阿毛蟹都說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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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設定了 有些東西 說 有一些是 課金會有的最強怪物 有一些 會是 課金都有的最強怪物 那我就會有個心態 說 我遲早都會拿到 一些和課金的人 同一級的怪獸 而 現在 當然去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打破一個平衡 就是 這隻 就是 在裡面的 我不會有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專手的原則 就是 你如果 看漫畫也是 蒼介山 只是第一步 然後還有星界山 星界山上面 還有一座山 你這樣的話 你會被人說 那你全部進去 就是說 遊戲是 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 我看到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最終的目標 當然你說 中途裡面 設定很多不同的限制 這方面 最終的地方 就是中彩票 都好 你都不會一夜之間 就會說 我無敵 我超強 最簡單 其實他用到 你說設計裡面 最簡單的三門就是 Unlock Booster 和Skip Unlock 就是說 我可以去找到一些更加強的 稀有的怪獸 令到你的圖鑑 你可以敷了很多東西 我都看到他不停在增加自己的倉庫量 其實目的都是為了這個 然後 Booster 就是剛才說的 陷量技術的方面 就是我怎樣 用我的怪 可以去做到最大的效益出來 這個就是Booster 那樣東西 然後Skip 就是說 我擺完玩黑屬性 你咬我吃 你出去 我是迴避了那個問題 我是沒有解決過那個問題 但是我可以迴避到那個問題 這個 正正就是因為你有這三個圓鑑 在裡面 我覺得Booster & Dragon 才可以做到現在這麼成功 嗯 尤其他課金的東西 就是那個就師那裡 因為其實他那裡有很多地方給他課金 例如開倉位 或者有些朋友不知道會開Friendlist 可能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這樣做 我有 都有 都有 有 是吧 或者你打到死的時候 你就可以復活 對 所以有個方法就是有些人課金 或者他就不用課金 存了一堆整體手 就是打就師 那你可以用很多粒石去做 其實有的 有很多粒石過就師 就是這樣輕 其實大家正常來說 你正路來講打就師 我想你燒十石以內也是正常的 是啊 就是一般如果你有實力可以零石過就師 你不需要要他可以 你零石過就師 就是要靠回本身的石頭 你真的不需要靠他 你真的不需要靠他 你那些暗對天下無敵 所以他比較好的就是 可能你想花一點錢 十石去拿一隻神回來 那你也是課金 但他又是不用很貴 其實甚至不用用錢 因為現在有很多 你看到他二百萬 三百萬 四百萬五百萬 都是因為幾個星期之一的事 他的紀念活動 但是他的紀念活動 就會送石給你的 然後你就這樣 陰陰陰的 儲一下石 然後你就可以 今天我有二十石 但我今天挑起了忍 就師降臨 我就去打就師 然後拿了就師回來 就師 我就以後也有就師對玩 正所謂窮人儲錢模式 這些就是 沒錯 還有你剛才說到 鏡花說到的一件事 就是 打石 你不夠打 你再從那裏再繼續打多次 這個其實 我們打機 另一個模式就是 continue 其實這件事 其實你很差的 你不是說 我就搞定了 你又沒有信心 下次說 下次我是不是可以打到這個地步 而最拿命就是 當你 continue了一次 你不小心買東西 你就會替你上次 continue 不抵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呢 一些迷宮裡面 就會稀有出現一些寵物 然後你 很開心 然後 打到了 我打到一隻很稀有的寵物 然後 下關 線手死了 然後 當然 拿石頭去復活了 然後 我就可以拿到這隻 安全全拿回一隻寵物 你會說 喂 5%的機率出現 可能 5%也算多 但這麼久都還沒出過 剛才我們一直說過 機率是 你玩這個遊戲 機率是不可信的 一個作為一個 玩得那麼多 你知道就是說 有些東西稀有些出來 你今次跌到 你下一次未必會見到 甚至 你之後都見不到 這輩子都見不到 不用想 他就創造了這件事 就是說 就算 機率 得不成機率 我撞到 我有方法 令到這個機率變成100% 不過你用錢 其實 他實際上都是用了這個機制的 你安全帶回一隻蟲出去 怎樣安全呢 我其實都沒有朋友 我用錢 可能說 我抗10次 20次 30次 總之 總之我給了這個錢 就算這個錢 我不管這個數目 最後是多大 他是100%帶到這個東西回家 那 只是你買貴了 是不是很聰明 你說這個方法 其實是 而且我覺得 他聰明的地方 就是 他會有回收機制 譬如說 MA的時候 譬如說 MA儲了很多水 水又用不到 那些東西 他會回收 魔法石的機制 我覺得 他做得不錯 這個 我想 其實 基本上就等於 Online Game RPG 那些錢 其實 應該說 這個機制其實需要很大勇氣 告訴你 因為這個機制 就是說 萬一 失衡的話 他計錯數一次的話 爆石的話 他那個月的收入 甚至是影響之後 他更新那裡 其實他會有一陣同期的 所以這個系統 不是說 那麼多一些 沒有一些比較出色的設計師 所以其實我一直 最欣賞這個遊戲的 其實是 我不是欣賞畫 我不是欣賞其他東西 我是欣賞 他遊戲做數字的那個人 我覺得這個遊戲 英記手工的 是這個人 或者這個隊伍的人 並不是說 你畫了多少張畫 就師有多漂亮 那條女兒有多純 這樣 之而處理的東西 老實說 如果你說 作為一個 可能是畫畫畫的人 講畫 我想這個 應該都輸了給MA 但是你說的系統 就真的叫什麼 你大圍的 就是大圍的 你便有組隊那樣玩 西圍的 你入到一個迷宮 你都要轉豬 你不轉豬都會死 這些是他本身遊戲的元素 還有其實 我對他很喜歡強調這一點 其實我比較欣賞 就是 即使你無火金玩家 你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真的是 真的在玩 不是被人在玩 應該這樣說 但是真的差很遠 他給了一個美麗的幻想 無火金玩家 就是說 人皆可以為神 只要你有技術 凡事可成真 即是這件事 你不要理會這件事 是否最終 其實你可以這樣的 貨金玩家玩得輕鬆一點 我喜歡什麼時候玩 我沒有壓力 我玩得沒有壓力 你可能 我要記住 我經常都跟朋友一樣 我突然出街 說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忙 如果你真的這麼忙 不如你回家打機 你不要出來 在船上又按 在哪裏 甚至有些朋友說 他去到旅行都在按 我說 你搞什麼 這些賣員 通常說 我沒有貨金 當然要計算數 不要虧給他 真是的 真是的 這些就是基層市民的心態 若然你是有錢 你課金的話 so what 沒所謂 Energy大把 不是 他可以符合到 不同玩家 有不同他自己的 玩的Style 因為其實我也認識 有個朋友 因為他回到夜班 他平時其實 打機的時間 不是太多 因為他家人 回到家就要照顧 所以 只有一點時間 自己就要拿一部P&D出來 不斷打 沒有氣點就吃石打 我沒有所謂 我幾肥的一個月 那幾顆石 算什麼 即是他 即是他覺得 那我覺得開心就OK 對於他來說 我吃石 10-20顆石打 怎麼沒東西 我吃一頓飯也沒了 百多元 那這個 每個人不同的心態 當然也會有些人 即是說他 我單純想抽一些很厲害的神 那樣 因為你說 本身遊戲裡面 神的重有很多 但是 基本上就沒有說 你決哪隻 一定打不到 沒有說的 即是只是轉方法 那當然你說 越多 多越前 你自己也有 那就很厲害了 就是選擇的方法會比較多 即是你可以選擇的東西 或者你輕鬆一點 或者你越來越讓人看的時候 你會威脆一點 而且你說 Puzzle & Dragon 有另一樣東西 聰明的地方 為何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說 Cline都玩 因為根據 這個我看一個外國的遊戲 的一個report來的 其實呢 這個保石方法遊戲 是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玩 而他所用的方法就是 他都是保石方法 即是你下載遊戲的時候 大家可能回去看一看 Puzzle & Dragon 那個畫面裡面 他的screen裡面 我沒有記錯 他不知道是三幅還是四幅 他是集中focus 在轉珠的那個位置 而這件事就是 因為很多這類型的人 都是說 一隻轉珠遊戲 然後他就會落了回答 其實太多玩家 其實太多人 就算我自己 我的手機電話裡面 我很少怕 我都有隻 轉這些保石方法遊戲 甚至我不知為何 下載了一隻很垃圾的 叫Candy Quest的東西 我覺得你死定了 你不要走出門口 我說的 我覺得這隻遊戲的 不知所謂 是這麼多 他相對於其他人來說 任何人沒看到 看到他都會覺得 好像很容易玩 我就跑去玩 其實事實上 他真的不是很難玩 他就會令到 很多人都會參與了這個遊戲 看你打什麼隊 就令到他人 人氣又會高了 是的 可以提一提 有不同的玩家類型 有些人好像是圖鑑控的 你喜歡 我喜歡收拾我的圖鑑 那就給很多錢去抽神 又或者有些是 叫無課金 我死都無課金 好像是我的朋友 我死都無課金 但我又打得贏了 你出什麼 我常常覺得 突然之間 我當時想起 無線寵物小精靈 那句 是很硬的 Pokemon 每天請你去取勝 就是每天 每天 就是這樣 其實這隻 也是另類的Pokemon 就是最近 對 對 最強的 而且畫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其實畫有一點 我也覺得 偶爾按到畫 但是 其實不要緊 你入到遊戲裡面 又是一幅縮圖 他在玩什麼 不算是日系 比較可愛 你可以這樣說 他是一個 我們這個年代 已經好像遺忘了一件事 很遊戲性 很重的遊戲 是的 尤其是 我看回那個膽子 尤其是要看數據 你要檢查了 人家有多少HP 多少攻擊力 檢查了什麼技能 你組隊 其實很Hardcore 那些就是RPG會做的事情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 為什麼你說Person and Dragon 其實出了成功之後 當然 山寨的東西 很難說 不斷沒有出來 不斷沒有出來 山寨是不是要說一說 逆轉三局 逆轉三局就算了 摩之塔 那類 就算外國也有些 模仿這類型的 但是其實 為什麼 不斷沒有這些 因為 因為說的一件事 是數值微調 數值微調 是不能模仿的 你叫做什麼 你模仿了 即是你抄 這件事 無論 瓜佩的東西 老實講 我深信 在很多地區 能人易事 畫畫厲害的人 數之不盡 甚至你身邊有一個 已經是 畫畫分分鐘是職業級 你已經是 換畫 不難 但是你的遊戲 怎樣可以演化出來 當然你說 Puzzle & Dragon 某程度來說 除了iPhone用戶之外 其實Android用戶 理論上 在香港是應該玩不到的 有方法破壞 當然有方法破壞 這個模式 其實 大家都知道 眾所周知 全個東南亞的人 都在這遊戲 但為什麼Puzzle & Dragon 完全沒有動作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猜測 這是聰明的地方 既然你們都在說 Crash 我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多 我做多了 萬一 糟糕了 你們說我 但是Crash 糟糕了 不關我的事 這個是其實很聰明的 這件事 當然 有錢 我照樣賺 我又不會 因為 他放在Google那裏 其實Google的Apps那裏收錢 他全世界都是這樣收錢的 沒什麼所謂 那這件事 我覺得 他真的很聰明 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說 這樣很正常 你說商業機構賺錢 是很正常的 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玩了 玩了兩隻隻 一隻MA 一隻PND 對比來 良心程度真的差太遠 當然 你說課金 其實都貴的 不過 怎麼說 我想 這個其實是一個 他們剛才說 所說的紀錄上的東西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很多人的感覺 都是 其實紀錄不算很低 真是說 你是 度對 在他本身 因為 BND的活動很忙 當然 他忙的其實都是 幾多萬 幾多萬 其實大家都是差 不是 主要是最近 你六百七百 八百九百 一連住這樣來 但無論如何都好 在這些 活動的時候抽 基本上 你抽幾個 一兩個金蛋 是很正常的 給你那個感覺 就說你是有希望 你MA 是四張 你都抽不到一張 不是 現在 你抽到金蛋 都覺得沒有希望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哈哈 哈哈 你見些人十抽裡面 有兩三隻 是厲害的 很開心 因為十抽 至少你非課金玩家 可能你儲得久了 我的朋友是這樣的 可以儲到七八抽 去抽神 抽兩三隻 非課金也有神 很開心 這個就是他服務了很多 就是課金玩家 你不需要用一些貧窮人的方法 就可以達至 我不是在說諸位 放心 不要看著我 我知道我窮 你吹嗎 各位剛才 窮得有骨氣 剛才正然 我是堅持沒有課金 怎麼辦 我不會像斷水猴大星一樣 我不是在說各位 哈哈 我是在說每一位 就是這樣 有些 好像 我有一個朋友 每個月都會 等一千幾二千 好像二千幾三千都有 看視乎有沒有更新出生神 他就說 我是喜歡儲了所有神 然後我叫他問 喂生神你抽了多少抽 他就說 五十抽 然後我要抽到所有神為止 結果就抽了五十東西 所以你說 他叫做他聰明的地方就是 他在這個 這麼醜陋的機制之下 就是說 抽是一個很醜陋的機制 他 粉飾了一些東西 令你覺得 其實 我是很有良心 我告訴你 他叫做說 這個機率其實是邪惡的 但我告訴你 我還有辦法令你 很有希望 其實我不是沒有良心的 他包裝得很好 他只不過是 拿著一顆糖 然後拿著一把刀 放在你面前 這樣解釋 你受不受 這樣解釋 其實他還有一件更加包裝得更精美 更加醜惡的 叫SKILL UP 即是 SKILL UP 原理是怎樣 就是說 當有一隻寵物 他有了一招技 可能他就十五招才發動到 但如果 發現你知道 吃到同技名的寵物 就有機會成功令他SKILL UP 就會減一個回合 然後 MAX SKILL 就是十個回合 那就是六招 所謂 技能十年度 沒錯 但可能你同時 位三四四都不升一級 什麼三四隻 十隻 升一級 尤其如果你是神 那些神 可能只能夠吃自己 才可以升一級 你只要扔回 在任何一隻 一隻不是叫Puzzle & Dragon的遊戲裡面 你第一句說話是什麼 嘈嘈 嘈嘈 第一句說話肯定是嘈嘈 只不過叫做什麼 他在前節 我不是得罪 但他真的在前節做了很多利文措施 突然之間這個措施出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其實 人家都要 你有心想說 有些罪惡感 人家都要賺錢 有些事情不要太過份 算了 應該 作為一個沒有火金玩家 我就會表示 沒有 這已經不是我看得到的世界 所以我不會理 又或者這樣說 人人都這麼理性 好像你這樣 又或者反過來這樣說 我這樣說 其實你小時候玩大不大玩 有些重火金玩家 他可能很快就會覺得 我真的儲了所有神 我沒有目標 他開始磨極致了 那他可以怎樣 你這隻神 那個技厲害 我磨到他的巴掌為止 那不斷磨 其實不斷磨 他有目標 那很正常的 玩一隻遊戲 你一定要有目標 等於你把一隻遊戲 你目標了 隱藏迷弓都打完 那你幹嘛玩呢 難道你真的路邊打小怪 打什麼鬼 沒有用的 不會這樣 所以對這些 他可能充滿所有的玩家 他的目標 要麼就是滿技 要麼就是打一些新迷弓 已經沒有了 還有他都有一件事 叫做平民的滿技 例如一些很實用的 你本身的技能很實用 然後一些 你打得回來的怪 就能打的 你都還可以用那些來充滿技 剛才鏡花說的那些 其實都是所謂的 剛才之前說的 一些利民的措施 就是說 煩人皆可成神 不要那麼心急 有些事情就是說 到你有那個慾望 你再打多一隻神 就是你覺得一隻半隻而已 就升了 然後突然多一隻 就升多一隻 這個是一個叫做 機制上叫做成癮心態 你可以說是 那當然你有多成癮 你有多理智 是你個人的問題 這件事 他控制不了 但是他不停給你一個選擇 你可以這樣做 我不迫你這樣做 就是他不停是打著 在每個剛才大家所說的系統 他不停是打著這個訓練 我沒有迫你 你可以選另一條路走 不過你又會一點 這樣而已 就是 沒有錢的就走一條 沒有錢的路 有錢的 康莊大道在等你 這樣 康莊大道還有幾條 是啊 所以我會覺得好的 就是我沒有錢都玩得很開心 那就足夠了 對他們來說 玩遊戲最重要都是開心 不過你說Person and Dragon 其實始終 這個遊戲文化不同 他始終其實只是在東南亞地區稱霸 其實他有時候也是 他出過外國版的 但是不成功 有英文版的 而這個涉及就是 這些另一集才可以說到的 這個就是本身你說是 外國遊戲的文化的不同 其實呢 外國文化也不是說 不喜歡課金文味 但是他不太喜歡 就是其實 轉彈 應該說 各種東西都太過功利了 其實 因為他始終就是 實際上我沒辦法反應的 他的遊戲性 應該說 在他的遊戲設計上 他是一個 相當優秀的遊戲 嗯 但是他裡面的 消費模式 與這個 歐美市場 就未必是 完全來得那麼合 所以那些人就說 你是好玩 但是 總是不知怎樣 總是不知怎樣 你又覺得 那個消費模式 不是很適合你 其實有 就是說你買你又不是 不買你又不是 當然好像剛才說 平民家很為神 但是你知道外國很多都是說 那Hardcore玩家比較多 那這方面就 需要 可能 多點 多點努力了 在外國市場 不用了 他真的 就是賺你東南華那條水 已經 什麼 上次的股市是千多億 日圓 不是 他好像有個報告 跟 什麼Grid的營利比 對 比日本第一遊戲開發 相勁 然後 別人計算過 一秒鐘就可以賺15日圓 他賺的錢已經 其實都蠻傳奇的 他是靠一隻Game版的一間公司 這麼像以前必實的 他真的靠一隻Game 即他 這隻不知是 他新公司第一隻地 第二隻 第二隻公司 第一隻是公主那隻 社公主那隻 前版的公主 沒有辦法 Sonic Cap 又不記得都這樣跌過股價 沒有辦法 你要明白就是 最後最後 即這一集最後 我講一件事 做一隻AppsGame 跟你買六合彩 是沒有分別的 你是有很多人不中 但是有一個中 而那個中就很大 當中我們有數到 Angry Bird Jaw Something 其他Kitty Quarty 甚至現在去到最Hit的 Face and Dragon 當然 你看看 頭獎 頭獎都可能有累積獎金 之前沉了一陣子 那些累積獎金 就去了他那裡 那你沒辦法 今集 去到這裏 看看何時 有機會再講 歐美市場的遊戲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